我們今天會講這個以關心的方式來向人傳呼音 而我們下星期日就會在禮智國聚會之前去派單章和傳呼音 但大家都可以用這個方法去向你周圍傳呼音 所以這是一個希望是一個生活方式的傳呼音 因為單章上所說的都是一些生活性的東西 所以是很容易用來講的 是有很多機會可以用來講的 首先我們認識一下香港的情況 就是香港有三分之一人的情緒 這個情緒病高危 不是已經有高危的情緒病 而是他有高危可以有情緒病 因為那個內容是這樣的 有很多人有這個危險有情緒病 這個是2012年的 他們就發現 他們有一個精神健康月籌委 他們有一個這樣的群人 他的籌委主於朱崇文 他就調查發現 香港近三成半的人 他們對精神健康指數是不健康的 是偏低的 即是說他們是不效格 可以變成為有情緒病 其實有情緒病是不難的 其實我和很多人聊天 我發現很多人都有這個危機 如何危機呢 第一 普遍來說 多數人是怎樣的 有什麼煩惱又不開心 這個是很常見的 有什麼事呢 激氣 怒吵 受傷害 記掛著那些問題 反覆思想 被人傷害 很多人都是這種狀況 其實這樣已經不是健康的 但是有些人呢 他雖然是這樣 但是呢 因為他懂得去玩一下 用一些方法開心 即是說普通人 他用一些方法玩一下 開心一下 跟人聊一下 聊一下 他比較上是健康一點 因為他不至於低層 但是有很多人 因為他處理不了 那他每天就起床就煩了 然後呢 就整天都很悶了 慢慢呢 就會開始 他的思想 整天都在負面裡面 那時候呢 已經是有個危機的了 就是 危機呢 到了嚴重的時候呢 開始他的思想呢 是變得很負面 和人相處很困難 很難和人溝通 沒有信心 而再嚴重呢 就已經失控了 就是失控 那些就變成精神病了 就是怎樣失控呢 說話是說來說來說來說 同樣的事情 和別人溝通 溝通不了 他說話別人說話他聽不到 就是他那個負面的思想 去到一個位 他可以有很多種的幻覺 他覺得人家個個都害他 覺得全世界人都不好 或者說話的時候 都不理人家說什麼 他就在那裡褚蝠蝠蝠 我相信大家都見過這些人 這一種都未去到要入精神病院 那哪些要入精神病院呢 他簡直呢 就會失控到 罵人 打人 又跳樓 那些呢 有時就會被人抓到精神病院 那些就是最嚴重的一種 但是呢 其實很多人都在一種危機裡面 而我發現呢 有很多人有這個危機的時候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一個覺得 有煩惱當然不開心 他就不知道 他已經慢慢那個思想模式 變得不健康了 那所以呢 我們自己都要知覺 而同時呢 其實香港和很多地方的人 都有這種情況 那我們就 其實這個是一個 我們外子的其中一個可用的方法 那當然應該不是唯一的方法 因為很多人都會有失眠 不開心、煩惱等等 那這裏就是一個 精神健康指數的調查 那他有一個新聞發布會 就是什麼時候呢? 就是在2016年的 而呢 就有三分 31%的香港人的健康是不合格的 那這個圖呢 就是顯示那個百分比 香港人的精神健康呢 就是你看看 都是徘徊的50% 而2016年比2015年是低了的 就是有時候高些 有時候低些 其實很久之前呢 是好很多的 就是在我小時候呢 是很少人 是有這些問題 比較少的 那些人比較單純 沒有那麼趕 香港人現在很趕 很大壓力 讀書都大壓力 大壓力過以前很多 我們那時候讀書 放學就打球 沒有人去補習的 就是 放學呢 去打球玩一下 那所以呢 就是現在那種補習 還有呢 幼稚園都要去 有個活動 就是要 看一下什麼 準備好了 那而東方日報呢 就講了三分之 港人情緒病危 還有他還講 就是說呢 如果香港平均數字 跟歐盟 二十幾個國家 排列香港 那麽三 因為香港真是 一個很高壓的社會 而網上 Facebook也都有 這個精神健康穴 那耶穌就是 叫人得釋放 勞虎擔重擔的人 可以得釋放 耶穌就是 來幫我們得到釋放 就不是叫我們 繼續在這些困難裡面 我們給耶穌幫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得到釋放 而這個是可以 刻意處理的 刻意怎樣呢 就是說 我知道有問題 我知道它怎樣影響我 我知道它怎樣影響我 我就刻意親近神 我刻意不給那個人影響我 那這個 就是說我們要知覺 知己知彼 就是說 如果有些情況 你發覺 在那個情況 那種壓力太大 如果有份工作太大 那種壓力太大 那種壓力太大 那種選擇 要麼你能處理到 要麼就要離開 要麼就要離開 要麼頂不住的時候 那種後果是嚴重的 經濟問題 因為那個後果可以造成 一生人回不了頭 因為我見過 有些人回不了頭 那時候是很可惜的 所以我希望這裡沒有人回不了頭 越來越好 越來越開心 越來越平安 並且幫人 耶穌來就叫我們得釋放了 而耶穌猜起我們去傳呼音 和醫好傷心的人 猜起我們去把這個好信息傳出去 傳出去之後 不只是傳了呼音 而是去醫好傷心的人 所以這個心靈醫治 舊日新日都有的 新日就說到 勞苦丹重丹 釋釋釋釋放 耶穌將平安給人 那這句話就是 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秘魯的得釋放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還有讚喜樂由代替悲哀 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 實際這個世上是很需要的 那這也是我們可以入手的方法之一 譬如說 你想開心些 如果你真的很開心 你的表情又笑 你告訴他你想開心些 如果他見到你天天都很開心 他都會有些好奇 為何你這麼開心 那這也是 就是我們的生活 有一個好的見證 我們就能夠去帶領人 能夠有喜樂 沒有一個被老的得釋放 到底是否真的有一個龍 沒有一個眼見的龍 不過這個隱形的龍更慘 隱形的龍 隱形的龍 那時候我真的覺得很有被困的感覺 是很辛苦 真的有一種好像在龍裡面的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想想 你上班 你跟家人相處 你做某些事 會不會有些好像在龍裡面的感覺 耶穌尼就是釋放你了 而這個經文說 神說 我喜愛連率 不喜愛祭祀 祭祀 這裡說到夠有獻祭 身上譬如獻上我們的禮物給神 讚美都是禮物 這裡說到祭祀是誰做的 是神做還是人做 人做的 我喜愛連率 是說神的連率 還是人的連率 這句話是神說的 神說我喜歡連率 不喜愛祭祀 這句話是說 他喜歡他自己的連率 因為他喜歡人的連率 為什麼是人的連率呢 因為下文是說人的祭祀 我喜愛人做什麼呢 就是連率 不喜愛祭祀 如果他說 我喜愛我自己的連率 我就不喜歡你的祭祀 就好像沒有法監 所以我們釋經都是很重要 上下文一起說的時候 我們就明白 如果他說 我喜歡我的連率 不過我不喜歡你的祭祀 就像你們什麼都不行 是我喜歡我自己的連率 這不像是神說話的方式 所以他講到是 他喜歡人去連率 大家會不會說 我也想去連率 你有沒有連率 其實總有的 不過我們如何擴展我們的連率 神想我們收的莊架 收的莊架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我們要求莊架 至於猜牌 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架 因為真的很多基督徒是沒有傳呼音的 很多基督徒是很少傳呼音的 我曾經試過 有一個教友叫我去和他爸爸祈禱傳呼音 但他爸爸已經是昏迷 我問他在耳邊傳呼 我沒有跟他說 因為他爸爸已經這麼高危 我問他為何不早點叫我來呢 等到昏迷才來到呢 有可能聽到的 不過這個真是最後最後的一個方法 我們真是去收這個莊架 我去到那個地方 講到傳呼音 我都問些人 有幾個人試過向一個人傳呼音 有誰問啊你們 有幾個向一個人傳呼音 起碼 不是只是一個 起碼一個人傳呼音的舉手 有幾個 起碼向一個人傳呼音的舉手 OK 好 這樣就傳 好 有幾個向一個十個以上的 十個以上的舉手 有幾個十個以上的 OK 好 感謝主 有幾個向一個二十個以上的 非常好 四十個以上呢 都有 都有人舉手 感謝主 不過少一點 五十個以上呢 一百個以上呢 一百個以上 在街上做一次報道算不算 算不算 算不算的 對 如果你是街上 OK 好 一百個以上 一百個以上 日日見到 OK 好 那就是主 我想說 大家有沒有發現 大家有沒有發現 一個的很多 是吧 十個就少一點 二十個就少一點 一百個更加少 就是很多基督徒在某處就停了位 就是某一個位停了 所以求主幫助 為何我們停了 我們怎樣可以繼續呢 這個就是 神要我們猜牌 我們出去 當有一天我們去過地獄 你知道有些基督徒 神就叫他特意去地獄 有一個很出名的 我在網上 我的影片都有的 我將他做成中文 就是中文字幕 他就是講二十三分鐘 二十三分鐘去地獄 他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他有一晚去完 祈禱會回家 在家裡忽然間 神就叫他去地獄 就是他完全不知道 他一身走到地獄 就受了很多折磨 非常辛苦 然後呢 跟著呢 神就讓他回來 神就告訴他 我要你去告訴別人 地獄多慘 他就形容怎樣呢 他說 在地上都要呼吸 在地獄都要呼吸 因為將來呢 是人復活的 復活呢 行善復活得心 作我復活定罪 去到地獄都是復活了 就是有身體的 不過身體是很殘的 都要呼吸的 不過那裡沒有空氣的 所以呢 但是呢 你又要呼吸 但是呢 是經常都很窒息 但是呢 又不死得 是要 就是要呼吸 但是又沒有空氣 但是又不死得 就是不斷是這樣 現在不斷 又臭到 比世界上 他摸的苦 比世界上是大千萬倍的 曾經有一個人跟我說 他說呢 他很怕 他拔牙 他想自殺 其實是憂鬱症的 我也跟他說了很多安慰的說話 神幫你啦 你祈禱親近神的得力啦 那麼他也是馬上講自殺 我說呢 自殺 之後給牙痛痛 真的痛過牙痛,牙刀還未吹刺山是解決的,是進入一個更痛苦的地方 但很多人就不知道這件事,因為他處理不了他的情緒,所以變得越差 求助幫助,每秒鐘都要有人落地獄 所以你能夠多救一些是神好起業的,你有這個心是神好起業 神找人,誰肯為我去呢?以賽書六章八節讀獲識的部分 我可以叉演誰呢?誰肯為我去呢?我署,我署者女請叉演我 你會不會跟神說,神啊,我署者女請叉演我,叉演我出去呢? 還是你說,唉,不行的,太難了,我做不到的 其實,個個做到,是人都做到 而傳呼音呢,羅話書十章十五字一起讀 報、風音、傳喜、順利人,他不是在腳中何等佳美 傳呼音,他的腳中是何等佳美,神很歡喜的 你走到哪裏,那裏就是一個神歡喜的地方 向墨西蘭傳呼音是很多人很害怕的 不過也是我們一個操練,有什麼益處一起讀呢? 建立膽量,建立經驗,預備我們在其他情況傳呼音 當然,其實如果說向墨西蘭傳呼音的數目 一定會多過你向認識的人傳呼音 不過,向認識的人傳呼音是最有效的 通常來說,是有效多很多 認識的人不一定代表是你家人,或者是你朋友 好像Maisy的情況,他在他的店鋪裡 那些客人來到,他都向他們傳呼音 那些不是真的普通的朋友 但他在這裡慢慢傳呼音就建立了關係 其實是很多機會,神給他這個工場 所以如果你有感動,可以去那裏和他一起 和那些人聊天去操練一下,擔心一下 對,向陌生人傳呼音是操練膽量和建立經驗 因為你要試過做過很多次 當我一信耶穌,因為我知道神是真 我研究過,我知道神是真 我所有周圍的人傳呼音,傳過很多個 我就發現有一個好處 因為那些人問我的問題,我又不懂得回答 然後我回去想,又看書,然後我懂得回答他 我就給我很多經驗 所以很多人傳呼音問的問題,其實我都聽過了 因為我向了很多人傳呼音 亦都有不同的機會去傳呼音 然後就預備我們在,即是說 向陌生人傳呼音,預備我們將來 向什麼人都能夠傳呼音 在我現在,即是我任何機會 我都很多時候會珍惜的 即是有時候,我們那些管理員 我都跟他們說 總之有機會跟他們談,我也會跟他們談 而傳呼音其中一個就是要醫治傷害 因為很多人在傳呼音是受傷害的 受傷害之後就不想再存 而且一天就變了憂鬱 會的,全方總是果然信 總是憂鬱,處理不了 都會的 我們要處理的,怎樣處理 我們一起讀 即使對方拒絕,我們仍是榮耀神 馬上處理被拒絕的感覺 那怎樣處理呢? 就是宣告,神起源我和賞賜我的 我不需要將被拒絕的感覺放在心中 即是說呢 就算被拒絕,有一天上天堂 我們向他傳呼音,神都會說 這個人沒有傳呼音,沒有信耶穌 但是你看我的兒女向你傳呼音 那就榮耀神了 但有些人是完全神用 譬如說普通的資訊 關於聖誕,關於復活節 那種的傳呼音,真是很少很少 即是說這種傳呼音 是沒有人傳呼音那麼有效的 但是神也是有這樣用這個方法 還有神的另一個方法 就是神將永生放在人的心裏 即是人的心裏 會有想到神,永生這些問題 這是神做的工作 但是我們需要人去傳 即是說當我們傳了時 當我們傳了時 當將來審判的時候 神就說你是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雖然我沒有信 你是做了你應該做的 所以你就欣賞自己 我傳了,將來神就會稱讚我 我不是追求你的讚 不過神會稱讚你 於是我不用受傷害,不用介意 因為你傳呼音傳呼 越傳越悶 越怕傳呼音 就可以 而且立即處理被拒絕的感覺 就宣告神喜悅我和賞賤我 我不需要將這種被抗拒的感覺放在心裏 現在這個人其實他慘過我 他說的話,我不用被他影響 這就是我做了單張 如果大家收不到 我就可以再傳給你 而且我下個星期就會做出來 現在已經在印 就等它出來 這就是用一個很實際的方法 因為是很容易用的 第一,就是很多圖,很少字 第二,那些圖是跟普通人生活都有關係 失眠有沒有? 有些人有沒有失眠? 低沉,容易發怒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單張 在街上這樣說 你好啊,我想你怎樣開口 待會我都會有不同的方法跟你說 你可不可以… 這個開口其實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比如說你好啊,不知道你有沒有認識人 是有失眠的問題 然後你就一直指給他看這個圖 不知道你有沒有認識人 又不開心啊,又發怒啊 總之你用任何方法 去給他看這個圖 還有我們就弄了一個二拉架 如果放在那裡 就可以指給他看一個二拉架 就是說,然後我們可以分享 我都試過有這種情況 我們都試過失眠了 然後呢,然後呢 怎樣耶穌呢 就幫我得到釋放 即是說,本來是失眠的 可以睡得香甜的 又低沉的 可以變得開心的 容易發怒 變得身心安寧的 由中間呢 我就有這個煩惱苦丹重擔 耶穌就是來到 叫煩惱苦丹重擔的人 去到他那裡 就可以得到安息的 那下面還有更多問題 炒鬧的家庭多不多呢? 其實是多的 身體弱的多病 又骨痛、又腰痛、又頸痛 或者擔心前路 這些都是很多人有的問題 而神可以叫一個炒鬧的家庭 變成一個快樂的家庭 一個身體弱多病 可以身心健康 因為病很多時候 都是因為心靈不好 人都可以看到的樣子 皺眉頭、枯乾、眼眉毛 也會看到病的樣子 但是呢 有耶穌的人更健康 和聖靈可以醫治人的 祈禱真的可以得醫治的 擔心前路 但是神可以給我們膽量 衝破 見功更加有膽量 做功更加好 人家更加喜歡請你 這是在耶穌裡面 可以衝破的地方 而背後就有經文 就是 《甜碎》 聖經又說什麼呢 《詩篇》127篇第二節一起讀 《唯有耶穌所》 《親愛的》 《必叫他安然睡覺》 神所愛的 即是你親近神 神喜悅來 祂就叫祂安然睡覺 《喜樂》 《加勒太書》五章22節 《聖靈所祂的果子》 因为耶稣受他鞭伤,我们得了医治 神可以使用我们去叫人更健康 虽然有人不会败,那你是否提到每个人都没关系呢? 圣经也有讲到有人物是没有被医好的,或者曾经有病的 比如保罗试过,提摩泰试过,以巴弗提试过,特罗非摩试过 圣经里有四个人物,这三个都是与保罗有关联的 保罗是四年充满的,为什么都会有病呢? 因为人始终有罪和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始终都可以有病 有病不代表神不爱他,只是在世上人可以有问题 不过有神,更多清淡神,身体的医治可以更多 有些是更舒服,有些是可以医治的 然后冲破困难就是《肥罗比书4-13》 我靠着哪个家级,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 譬如我自己弹琴一年之前和现在已经不同了 就是会进步,我也想训练大家 学会弹琴,学会打鼓 我们在荔枝国那里有一些鼓 我要训练你们可以懂得打 总之我们各样的事情都可以做 譬如你想建功,你可以找我 我跟你讲一下怎样的策略 建功怎样有信心 是可以的,建功的信心 见人的信心,同人讲话的信心 是可以培养到的 下面就是讲到我们的聚会 在这个宣传里面 大家知道这一单章 下面也有讲到事务训练 譬如有些人学基督徒 我们有些事务训练 给大家,是可以帮助大家 发挥生命,而且是免费的 好了,怎样开口呢? 这个真的很多很多款 我们一起读一读,好吗? 五安,你好 你想不想那么开心,那么轻松,没有重担 请问你有没有发现你周围的人有失眠呢? 请问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人情绪不稳定呢? 就是这个,五安,你好啊,开心见到你啊 然后呢,你说,你想不想开心点啊 你想不想更加健康啊,睡得好啊 轻松,没有重担啊 即是可以用这个方法入手 那这些最好,大家拍了一句 让他记住,记住他 这些可以用力开致的 然后呢 请问你有没有留意到有些人失眠呢? 其实你用口语化就可以了 这个人写出来的文字 你有没有留意有些人容易失眠呢? 然后呢,就带出了,他说有啊 那睡眠怎样啊? 耶稣真的可以让人的心更加安宁 更加容易睡觉,睡得更加好的 你可以最好分享一下自己的经历 其实,就是分享你自己曾经睡觉改善的 告诉他,有没有人的情绪不稳定呢? 那他说的时候呢,其实最好是聆听他先的 如果他真的问你怎样呢? 那你就要回答 那你就可以说,我都曾经试过情绪不稳定 如果分享,就讲远一点 然后呢,就讲怎样我的情绪可以改善 但是如果他只是说,人情绪不开心的啦 那有点烦恼的啦 那我们立刻回应他的感觉 就说,我听他说,你也有不开心的 就是其实人也有不开心的 就让他说了 就是引起他说了 当他说的时候呢,就回应他的感受 就是他一开到门,他一说 我都有时有些困难的 或者他说,人很难,没有烦恼的 这个就是开了门了 就是他一开放,讲出他有这个困难 或者他认识某些人有困难 他就是开了门 那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入手的地方 另外一起读一下 请问你有没有发现你周围的人有压力呢? 或者这个周围可以简短的 就是你没有发现有些人有压力 然后呢,请问你有没有发现一些人难以相处 这个另一个问题 那信耶稣,他难以相处 我怎样改变呢? 可以变得外来先 我们知道他难相处 我们可以 这个就是问到如何处理那方面 下面 你想不想做一个五个问题的情绪测试呢? 五个问题很简单 可以了解一下你的情绪的情况 这个会帮助你了解自己的 他就帮你处理药 这个呢 这个呢 再高一层 因为曾经有这个 有没有听过这个 全港精神健康指数调查? 香港有三分之一的人 是精神健康指数不合格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说的 不一定代表你说的 就是你不一定要说的 还有呢,在下面那里读了 所以我们会见到有些人容易低层 发怒、不理人或放弃 香港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我们愿意帮助人更加开心 我们都很想帮助你更加开心的 而聆听呢 又是很重要的 一起读一下 聆听对方 他说什么说话 立刻 这个就有一个入手了 一起读一下 感受对方的感受 认同对方的感受 回应对方的感受和困难 不要太快去说服他 这会造成抗拒 有对方不愿听说祝福的话 有他聆去也觉得舒服 就是呢 感受他的感受 认同他的感受 我知道会困难 他比如说 哎呀,我很烦的 我知道你真是面对这些 你当然有些事情面对令你不开心 是不是呢 你现在有什么困难 那句话不要太强 你告诉我 立刻缩了 那你就说 我看到你也是有些不开心 你那句话一定要小心想一想 清楚才说 就是回应他的感受或者困难 不要太快去说服他 你一说耶稣就没有问题 这个又不是真的 因为他都要处理的 那如果对方不愿听呢 我们都不要发脾气 不喜欢 祝福他 耶稣祝福你的 有些情况我们可以说 当你有需要的时候 你求耶稣 耶稣会帮你的 那你就说 拜拜 好开心见到你 都是说一些正面的说话 然后这里就分享了 分享可以怎么样呢 上面一起读一下 你想一想 听听我曾经有个情绪问题 压力问题 人际问题 而得到医治 就是可以说 我曾经有个问题 你想听一下呢 或者我们认识的那些人 是有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 下面可以做什么 一起读了 简单分享 只讲相关的事 留意对方的反应 目的是引领对方 看到耶稣的情愿 就是说 分享简单 又不要说 那年中秋节 我就去探朋友 去吃饭 去到哪家餐盆 没有位置坐 就去旁边 又去 哇 说得大文 你想说什么 有些人都会说 说了很多背景 历史背景 那些都不重要 你不就说 有一天吃饭 有时你甚至都不用说 那件事发生是怎么样的 例如吃饭的时候 有个人激态你 那你就走完 有一天吃饭的时候 有个人激态你 你不用去哪家餐 吃饭都不用说 有个人激态你 是的 那这个就是看情况 有些情况 有些情况是说 我认识的 就是一家人吃饭的时候 跟着他激态 在家人面前 就觉得 好像更加受影响 好了 又留意他的反应 譬如你觉得他悶 你就不要说下去 就快点转话题 而对方引领他 看到神的奇妙 看到人可以被神改变 那也都可以分享 我们都曾经为人祈祷 所以你最好操练 操练这个为人祈祷 看到他们被安慰被医治 灵命更生 因为耶稣说过 手蚊并行并行 我们真是祈祷 见过很多的神迹 如果你越跟我 或者你越多 服侍祈祷 越能够早来服侍祈祷 你就越有经验 你越有经验 你就有很多可以分享 譬如我做化疗 他打完化疗针 是很辛苦的 我跟祈祷立刻觉得舒服 这是一个实际的例子 可以带领他和他家人 信耶稣 这些是全身都有病的 站了肚子舒服 后来信耶稣 我们经验过这件事 我们就能够去跟人说 如果对方说 我没有程序问 你说的我没有 那怎样呢 我们一起来说 我们仍可以说 耶稣能叫你活得这么开心 耶稣可以将佣神赐给你的 虽然他说 我都很开心 你开心 非常好 恭喜你 你恭喜他 你不用说 你找找看 有没有不开心 他说开心 你就接受 你就是开心的 是非常好的 耶稣可以帮你 永远都开心 时事都开心 有困难被人骂完都开心 我都不让他认识 他当然说 被人骂完怎么可以开心 你告诉我 你怎么开心 耶稣也永远在天堂 开心得不得了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健康的调查表 这个本身都可以用来用 那里面呢 就有 那里面呢 他那里讲到呢 就是说 在仔细想想 在最近一个星期 包括现在 今天 有些什么影响你的 你的情况 如何 第一个问题 一起读一读一下 睡眠困难 遍疲难以入睡 易醒或早醒 那然后呢 完全没有的 就零了 那一路一二三四 第二了 感觉紧张不安 第三 觉得容易苦怒或动怒 第四 感觉憂鬱 心情低落 第五 觉得不想别人 在第一个就是睡觉 第二个就是感觉紧张 然后下一个就是苦怒 和发怒 然后再一个就更重要一点了 就是忧屈 和心情低落 或者比不上别人 就是自卑感 那你大家都可以做的 我给你一张 如果零至五分 恭喜你 你心情是很好的 但你可以来到教会 认识耶稣更加喜乐 第二 六至九分 你就有一些 轻量的情绪的问题 情绪的困扰 然后十至十四分 就有中度的情绪的困扰 那便建议你去找辅导 那我们都可以为你辅导的 那十五分以上 就有严重的情绪的困扰 建议你去找专业的辅导 那我们都可以帮助你的 那这个就是 给大家看到 就是我以前也给大家看 就是圣灵可以怎么帮助人 我们可以告诉你 神可以怎么祝福你 我们就读了哪个字 平安 轻松 爱 心灵医治 赶鬼医病 喜乐 身体舒服 医治 失眠 得着能力 那这个就是 经历圣灵路法 简单的过程 我们读了绿色的那些字 第一 交谈 聆听 回应就是和他聊天 聆听他回应 第二 分享 就可以分享我们类似的经历 第三 就是一起导致 邀请按手祷告 你想不想我祷告 我们曾经有很多人经历过神的工作 然后按手祈祷的时候 在祈祷的时候感受我们的心灵爱慕神 感受神的同在 留意他有没有经历 因为如果他不是开放 你会发觉你和他祈祷 你自己都难 你会难些感受性 如果他开放你自己都会加强 然后我们就可以问这个问题 如果用广东话说一下 黑白对眼睛 你其实想用什么经历 或者感受 因为有些人不明白 经历 经历或者感受 为什么会用经历 因为有些人说 你靠感觉传福 我说经历是经历神的作为 因为圣经是有经历神的作为 很多人都医治 结果他们就信耶稣 然后解释经历 你经历到是平安 轻松的 耶稣告诉你 他将平安赐给你 他叫奴虎丹 仲丹的人得释放 又叫你喜乐 我叫你平安 然后第五 解释救恩和跟从主 就告诉他 耶稣为我们死 我们都有罪 本来是要面对神的审判 但耶稣代费我们受罚 现在我们可以去天堂 带祂悔改信靠耶稣 又帮祂如何跟从耶稣 解释救恩的时候 是解释这个世界 真的有个真神 神是很真 我们经历过祂 祈祷真的经历到神是真 圣经有很多证据 证明祂是真的 如果有疑问的人 可以解释神的证据 有个文件说到 有真神和身神是谁 我可以传给你 和我放上dropbox 第三 解释救恩 耶稣如何为我们死 復活 升天 会回来的 和会审判 解释得救方法 你悔过信靠耶稣 你就得救了 还有如何跟从耶稣 当你信靠耶稣之后 你不只是信了一阵 是以后跟耶稣有关系的 而我们真的出去传方 是有福的 是有几个人呢 在你传方的时候 你觉得 咦 那个人都有一些心动 都有一些改变 有人有几个试过这个经验 有几个试过这个经验 有几个试过这个经验 感谢神 你也有这个经验 但我们去做多些 就自然有更多的果效 我想问大家 你传方的时候 是拒绝的多 还是信耶稣的多 拒绝的多 这个人的经验都一样 包括我做来都一样 因为很多人不信耶稣 不重要 我们知道是这样 我们依然继续努力 我想大家去操练是什么 就是两个两个 首先你可以谈一谈一谈 就是你对于传呼音 向陌生人有没有什么惧怕 而两个人就去互相 就是去鼓励了 怎样可以成为这种惧怕 然后就操练了 试一下 这才用那个方法 那你就拿手机那两个图出来 如果你没有的 你就告诉我 就用 当你现在的手机 其实这个你都可以放手机 都可以用手机 全呼音都可以 那你就 对 你就用这个手机 当它是单张 下个星期我可以给你 那你就试试跟隔壁那一位 就跟他说 你好啊 很开心见到你啊 我想给你看一幅图 可以这样说 我想给你一幅图 看看 如果拿单张来 我想你看看这幅图 你有没有发觉 有些人都很容易失眠 有没有失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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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用这个方法 赤诗的那位何传道 他就用了一个方法 他的方法都很特别的 他就说 他就说 你可以让我两分钟 我给你解释一些东西 都是挺好的 因为他觉得 没有那么大压力 可不可以两分钟 我给你解释一些东西 但是 有些人都未必有 我们都试过 在那儿匆忙 你三分钟可以做这个测试 这个测试 我说 我都不行 我要赶着走 但是 当我们去到一些人 他们不是那么赶的时候 都是可以 我就觉得 用一些个人性的说话 就是跟他们说 你看这幅图 可能一个好的开始 尤其是识的人 是更加容易的 好 我们一起祷告一下 一起起床 求祈致给我们 胆量 信心 信心 哈利多佳 清安天母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很想 拯救更多人 你的心怜悯 世人 在我们周围的人 有很多都是沉沦的 求主你帮助我们 如何懂得 有这个动力去拯救他们 也都 当我们越做传方 我们就越有经验 越懂得去跟人说 求主耶稣 帮助你感动我们的心 帮助我们放胆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能够踏出 我们现在的情况 能够冲破我们这种惧怕 感谢天父 赞美天父 多谢耶稣 来到奉主耶稣 圣明 阿弥 阿弥 大家可以试一下 就是 好像尝试一个非基督徒跟你聊天 你就尝试回答他 但你不要太围难对方 不要令对方太难做 太难做的时候 他又觉得很辛苦 你可以试试操练 好 嗯 呀 呀 你